女孩们的地下战争 揭秘人际交往中的隐姓攻击 雷切尔·西蒙斯 第五章 自以为了不起的女孩 外人看来 艾琳似乎不会成为被欺负的对象 她漂亮 受欢迎 正是我初中时崇拜的那种女孩 可艾琳却遭到了朋友们的惩罚 因为女孩们憎恨她社交上的成功 我问了很多 艾琳是女孩身边的人 发现这类女孩可能的确容易成为靶子 因为她们可以算是自以为了不起的女孩 早上八点 在密西西比 十九名七年级女孩懒洋洋地躺在椅子上 小腿在金属塑料和木头之间无精打采地晃荡着 下巴紧挨着冰凉的桌面 我感觉自己像阿特拉斯巨神被惩罚顶天一样 努力撑着这场对话 直到我问 那你们觉得 自以为了不起的女孩 为什么会让人记恨呢 女孩们身体开始晃动 眼神像剑一样 在整个教室中穿梭 安布尔第一次主动举手 他们认为自己比我们所有人都好 克里斯蒂娜补充道 他们把其他所有人都比下去了 有时他们就是把别的女孩挤走 追男生 对男孩他们就不会那样了 他们主要就是想办法和其他所有女生朋友的男友调情 他们觉得自己能抢到任何一个男孩 他们言行很傲慢 莱西说道 第二天 我和五年级孩子交谈 我问道 为什么我们不喜欢自以为了不起的女孩 她觉得自己很漂亮 一个女孩愤愤不平地说 这有什么问题吗 她炫耀 迪迪说道 这种女孩大部分都像自己不得了似的 走来走去 活蹦乱跳 在走廊里说我比你强 他们怎么夸耀自己 我问道 我的头发真美 她讥讽地模仿道 她直接这么说的 我比你好看 我就是比你强 她用娇滴滴的声音说道 然后咯咯偷笑起来 好 我说 表演一下 让我看看 他们上课的时候梳头发 到处神气活现的 让我看看是怎么一回事 我怂恿到 雷妮莎从椅子上跳起来 在圈子中间悠闲漫步 夸张地扭屁股 她炫耀身材是吧 我问道 女孩们大笑起来 我们为什么不喜欢他们那样呢 笑声渐渐退去 像一片草被盖住了一样 沉默 我们一起去哪儿 可能都会有男孩 注意她 男孩可能就喜欢她不喜欢我了 迪迪说 那他们该怎么做 我追问 连一直都说出来 丽琪说道 自己心里清楚就好 普通一点 正常一点 怎样算正常 我问道 走路别扭屁股 拉娜沮丧地说道 像别人一样 低调一点 雷妮莎坚定地说 你可以友好 可以开心 但只是 做大家都做的事情 别伤人 丽琪喊道 梁祖讨论后 轮到九年级 我请他们定义 自以为了不起的女孩 凯蒂解释道 比如他们比别人有钱 总能买到好衣服 和其他东西 他们会和一大群人 一起出去玩等等 他们自以为了不起 他们给你的感觉好像是 你们才进不了 我的圈子呢 劳文接过话查 他们很受欢迎 觉得自己在学校 能得到任何一个想要的男孩 家里有很多钱 能买得起漂亮衣服 等等 她觉得自己很完美 是啊 帕尼亚说道 这种女孩很傲慢 她不想和任何人说话 但也许不是 我们也没给她机会 不知道她到底是怎样的人 为什么不给她机会呢 我问道 为什么 我们会直接判断呢 西瑟又说道 我刚准备说来着 她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很势利那种 她买得起汤米歇尔费格 汤米 Hill Fieger 这种名牌 其他人只能穿乔达克 Jordash 这种普通牌子 她走上来说 看看我的手表 我从某某品牌买的 花了180美元呢 主要是她们的态度 塔尼亚说道 别人会注意到你的 凯莉说 别自己喊人来关注你 摆正姿态 自信一点 引人注目 但什么都别说 女孩们最大的争执 通常是为了什么 我问李奇武德 第一组九年级孩子 扑瓦亚举手了 如果你转学什么道 一来就出风头 其他女孩会恨你的 他们会觉得 她自以为了不起 她太美了 立法尼补充道 要是转学心来的 她们会走上来说 嗯 你叫什么名字 为什么要跟我男友说话 为什么要这样那样 女孩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我问道 大家想把这种女孩挤走 泰沙尖叫道 其他女孩都加入了 声音乱作一团 如今 女孩的成长环境 不再限制她们未来的职业方向 21世纪的女孩 可以视棒球运动员 未来的首席执行官 或战斗机飞行员 她可以选择走上任何梦想岗位 现在 女孩里已经势不可当 然而 谦虚和节制在女性价值体系中仍占主导 当代女性研究表明 我们的文化继续给女孩加压 依然希望她们贞洁 安静 苗条 甘于奉献 希望她们克制自己对性爱欢愉 个人意见 实物和自身利益的渴望 美国大学女性联合会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发现 学校里存在着教导女孩看重沉默和顺从 并将这些品质视为美德的隐形课程 记者佩基奥伦斯坦发现 女孩们看重彼此身上甜美和可人的特质 她认为这些词语可以和顺从 礼貌或被动相替缓 好女孩 奥伦斯坦总结道 首先要有善 有善的重要性超越活力 超越聪明 乃至超越诚实 难怪歌手安妮迪弗兰科 安妮迪弗兰科 会告诉一大群少女粉丝 每个人都在偷偷记恨屋里最漂亮的姑娘 也许她还可以补充一句 大家都在偷偷记恨屋里最受欢迎 最聪明 最苗条 最性感或穿的最好看的姑娘 无论这是不是一个女孩里的时代 大部分女孩都很清楚 枪打出头鸟 在今日美国 一位弗吉尼亚高中教师发出警告 她发现自己的学校存在一种非常危险的女孩冲突导火索 她写道 虽说新来的女孩通常会被人忽视 可一旦被人是做威胁 特别是如果男孩都喜欢她 那她就会被人伤害 刚开始采访女孩时 我假设了一系列女孩遭受霸凌的原因 生理缺陷 肥胖 贫困 不够时髦 想要按照这些来组织故事 出乎意料的是 惹怒女孩们的竟然是相反的原因 大部分女孩都知道 最可怕的侮辱之一 是被人称为自以为了不起的女孩 这种女孩被大致定义为自负 爱炫耀 令人反感或以自我为中心 到了五年级 女孩们很熟悉自以为了不起这个概念了 这是一个日后依然会伴随她们的侮辱性概念 在成年女性的世界中 渐渐地发展为更斯文的说法 她觉得自己比我强 怎样才能判断一个女孩 是否自以为了不起呢 好吧 是情况而定 斯蒂芬妮转学后 最先遇到的是玛丽萨和洛丽 玛丽萨和洛丽幼儿园时 就是朋友 两人性格迥异 玛丽萨是热情奔放的杂志 封面拉拉队长类型的女孩 洛丽瘦高高 十分好等 新生年级教室的座位按字母顺序排列 这让玛丽萨和斯蒂芬妮成了朋友 斯蒂芬妮很漂亮 算不上封面女孩那种 但她身材高挑 一头用吹风机定型的金色卷发 让她成了学校里最像斯利学校学生的女孩 她自嘲道 她也很聪明 有表演天赋 之前她就独于一所又小又乏味的天主教学校 八年来都很收敛 现在转学来到一片更大的天地重新开始 她有些焦虑不安 找到玛丽萨和洛丽 让她输了一口气 一次 男孩乔西把足球踢到了斯蒂芬妮的柜子上 于是斯蒂芬妮暗恋上了她 她预感一切可能会顺理成章 深秋一个周六晚上 斯蒂芬妮第一次应邀去洛丽家借宿 三个女孩在一堆枕头睡袋和垃圾食品中玩得很开心 边看电影边做指甲时 洛丽的兄弟史蒂芬和朋友杰里米一起回来了 史蒂芬和斯蒂芬妮并排坐在地板上 大家一阵说说笑笑后 男孩们向女孩们砸爆米花 洛丽冲史蒂芬大发雷霆 男孩们便离开了 女孩们看完了电影 在电视房间的地板上睡着了 周一从自习室出来 斯蒂芬妮在柜子前一动不动地站着 感觉可能发生了自己无法理解的变化 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打开柜门后 里面没有看到玛丽萨和洛丽的留言条 她去了厕所 也没有人像平时那样在那里等她 整个下午 斯蒂芬妮都在走神 拼命想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为什么 她决定留待第二天解决 次日在年级教室 玛丽萨和洛丽依然无视她的存在 她努力追逐她俩的目光 筋疲力尽 快到中午的时候 两个女孩告诉斯蒂芬妮 别人再说她闲话 一些她不知道的事情发生了 还是没人和她说话 玛丽萨和洛丽的人影也不见了 但每个人好像都明白发生了什么 斯蒂芬妮被踢出去了 被群体排斥了 没人告诉她发生了什么 她成了隐形人 到第五节课 斯蒂芬妮感到一阵眩晕 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只知道自己对这样的局面 毫无掌控权 没有朋友了 她无精打采 哭泣喘息 在柜子边上的地毯上 她用衣袖遮住脸 到底怎么了 是因为一个讨厌的高年级男生邀请她这个一年级学生去舞会吗 她已经拒绝了 是因为自己参加戏剧试镜了吗 她买了和玛丽萨同款的裤子时 玛丽萨说她爱模仿 也许不是开玩笑 也许是她融入心集体时用力过猛了 也许她需要收敛一点 这样人们才不至于立刻被她激怒 很快 斯蒂芬妮就明白了真相 她一个人坐在餐厅桌子边时 听到了悄悄话 在洛丽家 她和史蒂夫调情 玛丽萨喜欢史蒂夫 所以非常愤怒 斯蒂芬妮惊呆了 一动不动 她没有和史蒂夫调情 不论如何 她没那个意思 她暗恋的是乔西 他们明明是知道的 说她调情了到底是怎么了 她做了什么 什么时候做的 如果她不知道答案 怎么能保证以后不会那样做呢 没人告诉她 那一年剩下来的时光 玛丽萨和洛丽都残酷地向斯蒂芬妮悄施虐 情人节那天 他们以乔西的名义给她送花 斯蒂芬妮打电话表示感谢 乔西莫名其妙 她无比尴尬 女孩们威胁说 如果她再敢和史蒂夫讲话 就告诉斯蒂芬妮父母说她抽烟 斯蒂芬妮考了高分 他们会造谣说她作弊 女孩们还悄悄建议老师多管管她 洛丽给斯蒂芬妮的死对头写信 告诉她斯蒂芬妮背后骂她骂得很难听 这个女孩把斯蒂芬妮按到墙上 凑到她跟前威胁说要杀了她 洛丽给乔西写了一封充满性暗示的信 数了斯蒂芬妮的名字 现在 29岁的斯蒂芬妮坐在华盛顿公寓的沙发上 迷你小狗巴迪在她身边 小狗敏锐地感觉到我的问题会令人难受 对我不太友好 我蜷缩在高脚凳上 尽可能把脚抬高 我问斯蒂芬妮她的父母是怎样处理的 她叹了口气 其他人跟你说这些的时候会难过吗 她问道 有的人会 好吧 我现在挺难过的 我递给她一张纸巾 多次访谈后 我明白了要有备而来 小狗开始咆哮 我一边把脚紧紧靠在高脚凳上 一边告诉斯蒂芬妮 我最好的朋友等了很多年 才吐入自己痛苦的故事 她继续说下去 斯蒂芬妮告诉我 她等到大学毕业 才说出这段经历 我是第二个知道的人 但是她说 如果能帮助其他女孩 她愿意说 给我再多钱 我都不愿意重返十五岁 永远不要 她说道 盘腿坐在沙发上 我准备好了 真的准备好了 她继续说她的故事 事情发生之后的几周 几个月里 斯蒂芬妮不愿告诉父母 她不想让父母担心 也不想让他们看见自己被迫遭受的惩罚 除此之外 她还有附近公立学校的朋友 所以她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孤单 与之相反 她开始疯狂地结识 运动 我以为只要减肥二十磅 一切就会好起来 能理解吗 同样 她也感觉 如果自己能瞒住发生的事情 这一些事就没那么真实了 如果足够努力地去应付这种事 如果可以憋在心里 如果不大声说出 所有人都恨我 那就没那回事 能理解吗 你就像为自己穿上了盔甲 但斯对芬妮的自信和自尊开始减弱 她慢慢开始变得内向 她不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既没吵架 也没人质问她 她觉得只可能是自己的错 心直口快就是个错误 她话太多了 她喜欢调情 她坚信 解决方案就是消失 我怪自己说的太多 怪自己太信任他们 让他们知道那么多关于我的事情 她说道 斯对芬妮不再信任别人 别人对我说的每一句话 我都会听出不好的意思 她开始失眠 在一场接力赛时 她的焦虑正发作 然后她离开了游泳队 离家时她专门穿了新队服 然后试着把他们丢在学校 她不敢正眼看任何人 这个习惯多年后才戒掉 她害怕被其他女孩平头论足 就穿平跟船鞋 便宜的毛衣或不搭配的颜色 这是她早上穿衣时 唯一能做的事情 母亲给她买了 用来搭配校服的新毛衣 斯蒂芬妮担心颜色太亮 引人注意 穿出家门后 在学校厕所拖了 一整天瑟瑟发抖 我竭尽所能 只想变得不那么显眼 她告诉我 我什么都不想要了 我根本不想让人注意到我 如果她喜欢上某个男孩 斯蒂芬妮会心存恐惧 担心被人知道 我都不敢多看他们一眼 她告诉我 她唯一关心的就是 别人看到她后会说什么 我彻底锁紧心扉 在这段时间里 斯蒂芬妮回忆起 生活完全改变前几个月发生的事情 玛丽萨和洛丽对她不客气的时候 她从来没有多想过 有一次 她俩用某个女生流行乐队成员的名字 互相称呼对方 却没有给斯蒂芬妮分一个名字 建宿前一周 她俩在年级教室黑板上 写满了斯蒂芬妮爱乔西 侮辱她 我们只是开玩笑 他们说 每次都是我们和你开玩笑呢 斯蒂芬妮告诉我 爷这么正经 别这么紧张兮兮的 她会一起几周前 学校舞会上 一个来自男子学校的帅气男生 走上前来问她是否想跳舞 好啊 斯蒂芬妮说 好吧 可我不想跳 说吧 她吃笑着走开 几周前累球比赛的时候 斯蒂芬妮告诉玛丽萨和洛丽 自己认为那个男生很帅 她坚信让事情过去比当面对质 要容易一些 所以立刻就原谅他们了 我就是从没看明白过这些信号 她解释道 玛丽萨和洛丽在舞会上捉弄她以后 一副轻描淡写的样子 他们就说什么 斯蒂芬妮 我们只是觉得你会被逗得哈哈大笑的 15年后 斯蒂芬妮告诉我 我记得当天穿的衣服 我记得当时的气味 我记得当时演奏的乐曲 我记得关于那一刻的一切 我记得此后每次见到她 都无话可说 斯蒂芬妮的对策 事成现出她所谓的另一种人格 从周一到周五 她都备受折磨 心存恐惧 周五晚上 她会和其他学校的朋友出去玩 假装玩得痛快 但学校的压力 令她很快产生了生理反应 15岁的她被查出了胃溃疡 父母非常震惊 我妈妈说 什么 医生 为什么她会有胃溃疡 她才15岁 斯蒂芬妮回忆道 为什么她会呕吐 为什么吃东西会吐 为什么她打嗝吻起来 像陈年鸡蛋打碎了一样 有些人建议斯蒂芬妮 看心理医生 在为期12周 每次45分钟的疗程结束后 她母亲都会扔给医生一打钞票 斯蒂芬妮在旁边看着 她说她不想给医生开支票 因为她希望看医生的这段经历 不要回来纠缠我 这种每周一事 并不能有效地鼓励斯蒂芬妮说出实情 也不能让她明白 这一切并非她的错 一切来去匆匆 有一天 女孩们没兴致折磨她了 但在没有她们惹事的诡异宁静中 斯蒂芬妮更希望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才引发了这一场噩梦 高二那年 斯蒂芬妮独自一人 在走廊游荡 柜子和地毯还是老样子 但是她明白自己变了 我一点都不相信别人 如果别人对我和气 我也不信任他们 如果有一个受欢迎的女孩说斯蒂芬妮 我喜欢你的头发 我觉得她们是在可怜我 就像在说 她真失败 而不是你的裤子很酷 很棒 大家都喜欢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自己的秘密 谁都不说 没有人知道我的想法 必须守得紧紧的 我记得那年结束时 我在一次舞会上吻了别人 应该是那学年最后一次舞会 那时我几乎实话了 我感觉这个想法可能不太健康 我在想 如果别人看到我接吻会说什么 我甚至都不记得吻的是谁 我彻底锁紧心扉 哪怕我知道一切都结束了 高二结束时 斯蒂芬妮说服父母这所学校 不能帮助她提高成绩 她要求转到另一所公立学校 父母同意了 在新学校 斯蒂芬妮迅速成了受欢迎的女孩 她告诉我这一点时移开了视线 似乎认为我不会相信她 十月底过生日时 高三班级几乎有一半同学都聚在了她家 变化快得令人难以置信 我不理解 也不想努力去弄明白 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我真的交到朋友了 她仍然心有戒备 新朋友问她为何转学 她总是回答 教学方式令人失望 之前就读的那所学校 邀请她参加十周年聚会 她斟酌再三 我有点希望 自己出现在他们面前 而且看起来过得不错 耶 我现在是一名顾问 我很独立 生活很棒 我很棒 我爱自己的身体 我爱自己的每一寸肌肤 我爱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 你要知道 这不是我编的 不是我装的 因为我本来就是这样的 我感觉 好吧 不是一切都很完美 但过得还不差 这就是我现在的感受 我感觉就是很想让他们看到这些 这些记忆还在 我觉得难以置信 十五年前的伤口那么深 我还是有点想说 去你的 看现在的我多酷 你们错了 你们不知道我伤得多深 我可没忘 尽管发生了这样的事 斯蒂芬妮还是告诉我 她最感谢的是自己生命中的女性 女性 她说道 是世界上最坚强的 我们做每一件事 都要加倍努力 我真的认为是这样的 我觉得女性是惊人的生物 斯蒂芬妮感谢童年 陪伴她的女性 教导她坚信自己的价值 无论遇到怎样的障碍 想到自己应该为女性晚辈做些什么 她现在常常参与和孩子有关的志愿活动 我感觉 她说道 我这辈子都要做和孩子有关的工作 因为我认为有必要给他们讲我们的故事 要见证他们诉说的事情 让他们放心地说出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 她也向我指出 让她重新开始信任他人的 也是女性 论及她最好的伙伴 她说道 我知道我可以把钱包 车钥匙 小狗和男朋友都托付给他们 但他们都会交还给我的 采访女孩时我发现 每一个小圈子都有自己的隐形界限 不出所料 无意间触犯这些界限 引发同龄人憎恨的总是心声 让我们来听听 九年级同班同学梅干和泰勒士 怎么讨论他们最好的朋友 珍妮刚转来时的样子 我记得 梅干说到 珍妮刚转来的时候 简直糟透了 不是吗 来这里交到新朋友之前 她已经很傲了 大家还不认识她呢 我们刚刚在谈论这个 记得她那时候多见吗 是啊 泰勒点头道 不知道她哪来的自信 她是新来的 我们感觉是 她为什么要那样做 她没有地位 没有权力 没干插嘴道 那么做 我记得珍妮来之前 她告诉我自己认识很多人 她表现得 好像自己什么都知道一样 我无懂 让我觉得自己 天哪 好像谁都不认识 我没朋友 我想说 打断一下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再听听密西西比州 一群九年级孩子的讨论 我看到一个 我们都不认识的漂亮女孩 走进教室 我们会有什么感觉 我们立刻就会讨厌她 派莎立刻说道 我们会感觉被冒犯了 图瓦亚说 她是最有魅力的人 梅丽莎说 她是新来的 会抢风头 有位说 我们希望她别那么自信 这样她就不会跟我们班的男生说话了 凯莎说道 新来的本身就是个威胁 你看她 做这个做那个 她会抢走我的好朋友 会抢走我的男朋友 我问道 总的来说 你还乐意看到 其他女孩充满自信吗 不乐意 大家齐声说 不乐意 凯莎又说一遍 为什么不乐意呢 因为那种人对我们来说 就是个威胁 每个班 每所学校都拼出了各自的定义 判断怎样的女孩 自以为了不起 了不起的概念 是具体情况而定 学校文化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经济条件普遍较差的学校 了不起一般只买得起奢侈品 如有钱买丙席指甲油揭发 买新运动鞋 在富裕的校区 也许更侧重于 打情骂俏和字负 在不同阶层和种族中 这个标签有不同定义 无论走到哪里 无论我是否主动提及 总是能谈到这个话题 且会引发孩子的极度热情 尽管对了不起的定义有区域性差别 但始终存在一条底线 自以为了不起的女孩 打破了一些规矩 这些是关于女性特制的规定 女孩必须谦虚 自我克制 沉默矜持 女孩必须有善 先然后己 女孩的权力 源自他人的喜爱和肯定 来自人脉圈 而非自身能力 打破这些规则 就会给人留下自以为了不起的印象 人们在衡量自以为了不起的女孩 时有一个共同标准 而且从未改变过 这类女孩往往流入或闪耀着 坚定自信的光环 她也许对自己的性感程度 独立个性 身材或口才充满自信 她拥有野心和欲望 自认为了不起的女孩 通常是否定自我牺牲和自我克制的女孩 而自我牺牲和克制正是好女孩的标准 她的口头和肢体语言 乃至穿着打扮 都在说明自己并不会将他人放在首位 这种了不起标签 会让女孩产生困惑 一方面 她们明白自负 自认为比他人强并不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另一方面 她们发现自己会嫉妒这么做的女孩 要是你认为自己很苗条 那真的不是好事 是自大 但如果你很胖呢 那就算很糟糕了 玛丽芒特八年级的学生萨拉说道 我们的文化叫女孩说起了绕口令 陷入越来越紧张 越来越不自然的境地 在其中纠缠不清 我们既要求女孩大胆 也要求她们胆小 既要求她们雄心勃勃 也要求她们有所节制 既要求她们性感 也要求她们矜持 我们既叫导女孩迅速行动 也希望她们静待时机 但这种绕口令 终将导致玩家在痛苦的漩涡中走向崩溃 游戏结束 在这种不确定该怎样培养女孩的文化环境中 孩子们被迫承担我们的困惑 面对我们含糊不清的教导 女孩决定迂回形式 她们推断 进行暗中操控 结合权力和被动 是获取权力的最佳途径 媒体巩固了这种迂回的文化 鼓励女孩表里不一 绕弯回避 这种间接文化反映了兼顾两者的愿望 积极于女孩一切 也要对她们进行限制 也就是可以 但是模式 可以 你可以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一切 但是 必须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可以 女孩可以竞争 可以获胜 但是 必须保持谦虚 自我克制 矜持 走得太远 打破平衡 哪怕并非有意为之 都可能让你被列为 自以为是的女孩 这种间接文化 渗透了女孩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媒体将欺骗色情化 看到他人一本正经的外表之下 藏着更真实 更危险的浴火 就会挑逗我们的神经 想象一下 羞怯的图书馆员竖起头发 将胸部 臀部藏在过时的裙装之下 双眸在一副大眼镜下躲闪 这就是努力掩饰对女孩 看似甜美 实则在表面之下酝酿罪恶 这种不直接表现性感的女孩 将好女孩 坏女孩的二元对立演绎的淋漓尽致 很坏 那就非常非常好 操纵 尤其是在性方面的操纵 常常被当成掌权的途径展示给女孩 这种女性无法通过努力 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 所以只能通过欺骗和控制周围的人来达到目的 沃测尔称 典型的女性大反派很少是抢银行的 她颇具魅惑力无比甜美 直到某个诡异瞬间 你发现她并非如此 她暗中勾结 有控制欲 诱惑他人 背信弃义 美化女性表里不一形象的 并非只有好莱坞大片 一个价值几十亿美元 以女孩为主要消费者的市场 也开始利用这种表里不一的形象牟利 2000年7月的青少年 TING杂志上 出现了同一名少女的两张不同照片 左图 戴着耳环 穿着皮裤 口红浓艳 烟熏装 穿着有蕾丝胸罩的 紧身黑背心 双手抱在胸前 红唇微张 右图 同一个女孩 严严实实地裹在真知山中 矜持地抱着课本 脸上挂着秀兰邓波尔 Sherley Temple 是微笑 在挑逗性的照片上方写着 三点智商场 另一幅上方为 三点十五分 置在妈妈面前 这是什么产品的广告 Jean Cosmetics 写妆液 保证能够洗尽你的所作所为 其他广告 也将表里不一 是做一种美 这些图像暗示 完美女孩 应该是迂回或表里不一的 坚定自信的女孩 不够吸引人 广告更是强化了这一概念 一些女权主义者认为 性感诱人的形象 是负权表现之一 因为它赋予女性选择 让她们表明自己在何时何地 愿意与人亲热 然而 这种形象依然在暗示 女性权力仅从性爱角度来看 才是令人愉悦的 即使她被视为不真诚 或具有操控性的 极度和竞争 将渐渐文化内化的女孩 会产生沉重的心理负担 女孩相互侮辱对方 自以为了不起 让我们看到一种摩擦 她源自混乱的文化 源自一边禁止女孩 传递自信的肢体语言和意见 一边提倡他们这样做的事件 15岁的塔莎凯勒 告诉我一个故事 她因为有魅力的同班同学 引发了小团体愤怒 因为她和男生交流 总是很直接 看见她直接走向男孩 女孩们 被吓到了 在电影中 你看过女孩直接走向男孩 但你自己从来没跟男生 那么直接地打过交道 现实和电影不一样 现实绝不会这样 人们说 你应该自己拿下男生 但最可能追到的 就是采取实际行动的人啊 可按理说 你不应该主动采取行动 现代人们都说 女孩要主动 要拥有力量之类的话 但你接收的信息很混乱 媒体说女孩应该掌控一切 比如耐克 耐提 广告 她继续说 拍电视的会让你看到这些场景 但不会告诉你 现实生活是什么样的 现实生活是怎样的呢 我问她 现实生活就是一场竞赛 她沉思着回答 在学校 没有这种完美的世界 很多人容易嫉妒 特别没有安全感 前进两步 后退一步 叫女孩敢于仰望星空 我们做的并不差 如果美国女孩就独于一所 采取积极教育态度的学校 立刻就能数出一系列 耳熟能详的强大女性形象 阿梅利亚埃尔哈特 Emilia Earhart 索杰纳 特鲁斯 Sojourner Truth 李哥维塔门处 瑞德波塔门处 丽莎莱斯利 Lisa Leslie 他们知道了法学院女性人数多于男性 其他领域的男女比例也在日趋平衡 他们会想 在我有生之年 谁会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问题在于实现梦想的途径 我们为女孩做梦的权力 激烈斗争 却忽视了通往梦想的现实道路 不满荆棘 实际上 我们本末倒置了 何出此言 害怕被人说自以为了不起 将坚定或自信的女孩妖魔化 打压的正是女孩走向成功最需要的行为 信心和竞争是成功的关键工具 但他们会打破女性应遵从的规则 公开竞争有损好女孩人格 例如 思考一下 争强好胜的女孩 为何会给人以不友善 针锋相对的感觉 竞争意味着 渴望比别人优秀 竞争和至胜 关乎不让别人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这样一来 竞争成了两个女孩之间一场无声的战役 他们不会告诉朋友我更棒 或我要和某某比一比 但却会互相挑战 像是通过眼神和行为来取胜 他们当着竞争者面这么做 这样竞争者 就会看到他们有多棒了 一个六年级学生是这么对我说的 想找到学校里受欢迎的女孩吗 如果有人怂怂间说没什么受欢迎的小群体 或坚持大家都是朋友 那他就是你要找的人 和公鸡自负一样 竞争违背女性规则 因此在他人面前有必要精心隐藏起来 极度亦是如此 极度 是因为不满足于已经得到的东西 希望索取而非给予 极度是一种不羁的欲望 女孩会痴迷于朋友所拥有的身材 头发 男朋友 皮肤 希望自己也能拥有 这种极度会将自己的朋友物化 一群九年级学生告诉我 在闲暇时他们会比较身体 如果我们没事干 一个女孩说 我们会说我想要她那样的美腿 我喜欢她的身高 还有我真爱她的头发 女孩隐隐约约明白 极度感违背了社会对她们的期望 女孩必须保持完美和自我牺牲精神 一对一的极度让我们烦恼 因为李奇武德九年级孩子告诉我 如果我们极度谁 我觉得是因为她们值得羡慕 也许我们享有她们那样的身体特征 或其他什么的 我们不希望别人觉得我们不接受自己 对一些女孩来说 极度就是自私 是不愿像成熟的女性那样关爱他人 好吧 当我极度别人时 我觉得自己很不成熟 一名九年级的孩子告诉我 你觉得有点 你不应该有那种感觉 你感觉那样特别幼稚 正如女孩会压抑攻击的冲动一般 他们也会压抑自己 对极度和竞争的感受 可是同竞争与攻击一样 极度是不会消散的 只会转化成可以接受对形式 和表达攻击一样 表达极度和竞争 要在好和友善的条件下进行 女孩必须采用密码 换言之 她们学会了 间接表达竞争和极度 了不起就是破解密码的核心 女孩们用这个说法表达竞争 极度 愤怒和渴望 有时 一个九年级孩子告诉我 我会因小时生气 然后 她转而用假惺惺的声音尖叫道 我会说我只是极度你呢 她的同班同学解释道 她的意思是 你不会到处说她真美 而是会说坏话 让自己舒服一点 用代码说话 我发现女孩的生活中 到处都是代码 这些代码通常用来设置行为标准 比如说 了不起就为女孩的坚定自信 设置了界限 这是社交雷区 用这个代码发电报 即告诉女孩 她们违背了社会认可的女性气质 这是女孩们用于互相监督的工具 如果女孩超出界限 换言之 过于坚定自信 就应该用这个说法 让她们收敛点 让女孩获得自以为了不起称号的言论 通常并没有明显表露出这层意思 我这双鞋好看吗 在听者看来也许是自夸 我不知道周末该去哪个聚会 可能会被解读成自负 我的头发怎么样 或我的指甲可以吗 甚至频繁询问妆容或头发是否整洁 都会被当作是在自以为苗条或美丽 还有其他更直接的标志 自以为了不起的女孩 也许敢于暗示自己长得好看 也许不会和每个人都说话 不会冲所有人微笑 也许这种女孩吸引男生和男生调情 甚至会和其他女生已经公开表示过喜欢的男孩说话 讨论这些并不是为了证明自以为了不起的女孩与自负绝缘 许多可能的确自负 与其说自以为了不起是一种固定身份 她更像是女孩存放愤怒 嫉妒和竞争带来的不适感的秘密助藏室 从自以为了不起到惹人嫉妒 通常只是程度问题 实际上 被排斥的女孩 常常拥有大部分姑娘梦想的一切 美貌 男友 金钱和酷酷的衣服 问及女孩们嫉妒什么 一位密西西比的高一女孩总结道 她们和谁约会 穿什么 有多少钱 谁追她们 谁和她们一起玩 有时也看成绩怎么样 真正让人觉得自以为了不起的 是高调的表现出 你拥有上述不分或所有事物 而不是默默拥有 高二学生杰奎林解释 自认为了不起的女孩什么都要炫耀 她聪明 你懂的 她就会在老师跟前抢答 她知道自己总是会被表扬什么的 当我问及为何女孩们对这个问题如此介意 她说道 你有很多东西 心里清楚就可以了 我妈妈常告诉我谁都不比谁好到哪儿去 我追问 为什么这会让女孩感到不安全 因为我们都想要那些 可她都有 我们不高兴 我们都想那样 你成绩好 用不着让全世界都知道 那会让其他人难过 调情是女孩喜欢使用的另一个代码 女孩按理说应该会希望自己对男孩有吸引力 但说某人喜欢调情绝不是恭维之词 许多女孩认为与男孩调情等同于生理上发生关系 如果女孩碰巧被人看见和其他女生公开表示喜欢的男孩调情 那她的社交生活可能就危险了 问题在于没人可以解释清楚什么是调情 和自以为了不起一样 什么都可能被算上 只要是和男生打交道了 就像斯蒂芬妮所发现的那样 女孩也许会和男生说话 注视男生 与男生合作 回复男生 给男生写纸条 发短信 一起玩 或者会被人看见做这些事 调情的定义 不是调情者定义的 而是由旁观者定义的 因为九年级学生讲了一个故事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调情的模糊性 我们学校的一个女孩 喜欢某个男孩 她总是走过来跟我说话 我不喜欢她那样做 我们只是朋友 有一天我跟她说话的时候 她搂住我的腰推推嗓嗓 我尖叫起来 但那个女孩以为我在调情 第二天她在我头发里 低吐感应 我问她为什么 她说 因为你和我喜欢的男孩调情 我说没啊 她过去问男孩 她说没啊 我们是朋友 然后她道歉了 无需多言 从调情到荡妇只有一步之遥 尽管大部分成年人认为 被骂荡妇的女孩 生活混乱 但现实常常与之相反 被骂的女孩 一般只是坚定自信 并非在性爱方面表现得活跃 如果女孩穿紧身衣 和男孩打交道毫不扭念 那就会被贴上荡妇标签 这种骂名并非有性行为招致 而是因为她偏离了女性在性方面 应当羞怯这一规范 不愿每时每刻对所有人都有善相待的女孩 也可能被骂做荡妇 她可能会同意在和别人约会的男生调情 或爱上其他女孩公开表示喜欢的男生 正如林恩·麦克尔布朗在对女孩的愤怒的研究中所观察到的那样 荡妇不是性爱方面活跃的人 反而是脱离伴侣或其他女孩的人 心理学家德伯拉托尔曼 德伯拉托尔曼写道 女孩的性爱活动需从关系的角度来解释 女孩的亲密行为服务于关系 如果女孩只为取悦自己 就轻易示爱 就是违规于举 在密西西比州 女孩常常用贱货 Sank 一词表达此类意思 贱货和荡妇一样表示在性爱方面 厚扬无耻 但她还有骄傲自负之意 贱货 只知道说她自己的事情 一个九年级学生模仿道 好吧 我可以的 我可以追到任何人 贱货会分开双腿坐 会穿宽松衣物 溜冰服 也许还会穿紧身服或淫荡的衣服 她说话可能带着礼语 不用标准英语 也许会吵架 也许她会在公共场合和男友过于亲密 一些代码可能有多重含义 我太胖了这句哀叹 至少会被解读成三种意思 刚开始和女孩们见面时 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学生们 不停抱怨滥用这个表达的同龄人 实际上 有学者展开了一项说胖的研究 研究者指出 大部分说我太胖了对女孩一点都不胖 首先 我太胖了常被用作间接表达自己略胜一筹的工具 女孩互相问自己胖不胖是一种竞争方式 一个八年级学生向我解释道 如果他们很苗条 问别人自己胖不胖 对方会怎么想呢 这是一种说另一个人不够苗条的消极攻击 在说胖研究中 女孩描述了他们的朋友们如何控诉他们的苗条 好像这是我的错事的 我太胖了同样也可用作寻求同龄人积极肯定的迂回方式 说这句话就是在求赞美 13岁的妮克尔说道 女孩希望别人注意自己 研究者确认了这一点 对许多女孩来说 说我太胖了对动机原子可忘听到别人对自己的评价 女孩真的很喜欢竞争 但他们表面上不会直接竞争 玛丽杜克解释道 比如他们说我太胖了其实是为了赢取关注 最后 女孩用我太胖了来避免被贴上自以为了不起的标签 研究者发现 如果一个女孩不说 她觉得自己胖 那可能是在暗示自己很完美 换言之 说自己无需结识就等于承认自己无需改善形象了 她满足了 研究者发现 好女孩必须贬低自己 因此寻求恭维时要采用峰回路转的方式 另一种代码词是谴责别人模仿 在玛丽芒特 一位八年级女孩穿了受欢迎的女孩 丽萨的同款名牌短裤 激怒了丽萨 后来这个女孩哭着扔了自己的短裤 随后就是抱团 整个年级都在说闲话 模仿者给丽萨写了一封信 表达痛苦之情 然后躲在了辅导员办公室 看到一个女孩模仿另一个女孩的外观或行为 能在小圈子中引起如此狂怒 我感到无比吃惊 无论是八岁还是八年级 大家对此的反应压倒性的一致 认为模仿隐藏着别的意义 正如自以为了不起那样 模仿是一种谴责 女孩们有时会将竞争和嫉妒隐藏其中 女孩常常说自己讨厌模仿者 因为他们想拥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追问后你会听到这样的答案 如果她模仿我 别人会觉得她比我好看 一名六年级学生在邮件中解释道 感觉他们偷走了我的想法 我想也许是因为我们在竞争吧 谴责一个女孩模仿会令对方不再处于手势 让她对嫉妒和竞争感到不适 并改变冲突的用语 现在被模仿者可以理直气壮地表示愤慨了 可以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引发她回应的混乱感受上转移开 将愤怒转移到别人身上 那么被模仿者激怒地受欢迎女孩呢 谴责对方模仿行之有效 模仿指控让圈内受欢迎的女孩有了具体的攻击目标 她将注意力从真正的问题上转移开了 模仿者在试着进入受欢迎的小圈子 谴责对方模仿能够对一个女孩的社交地位造成重创 受欢迎的女孩能够借此彻底击败威胁自己地位的人 彻底将模仿者孤立出群体 被动的女孩 人们既希望女孩被动 又希望她们强大有力 在一个女孩领导力工作坊度过一下午后 我对此有了更加清晰的理解 班上共有28个13岁到17岁之间的女孩 四分之一不是白人 我站在木画架上摆放的书写板前 28双眼睛盯着我 现在开始 卡罗林 我指着一位年轻的辅导员说 现在请你当一回万能怀特 Lana White 女孩们咯咯地笑了 我想请你们说出自己心目中理想或完美的女孩 有哪些特点 然后告诉我这种女孩的反面形象 那种大家都不想成为的女孩是什么样的 想一想自己认识的女孩 或者在媒体中看到的那些女孩 我向卡罗林点点头 她摘下一只红马克比比带 我在下页列出了她们的回答 加粗不分为作者强调 首先 我注意到的是理想的女孩身体完美 好像典型的白人芭比娃娃 苗条 高挑 漂亮 金发碧眼 胸部丰满 好齿 皮肤白皙 换言之 一切如你所愿 片刻之后 我发现这些女孩对完美的要求 不仅限于身体完美无瑕 还有间接迂回的性格 对她们来说 理想女孩最完美的一点是不动声色 通过操控来表达自我 再看看这些列表 理想女孩愚蠢却擅长操弄 依赖他人无助 却会使用性感和恋爱关系来获得权力 她受欢迎却肤浅 健康但不健壮 也不坚强 她很快乐却没有过于欢快 她很虚伪 她会踮起脚尖绕过自以为了不起雷区的导火索 反面女孩缺乏理想 女孩精于事故的一面 是友善 以他人为中心 讲求关系的对立面 那些不理想的女孩刻薄 固执己见 争强好胜 她以自我为中心 自私自利 她不是人见人爱的甜美女孩 她不开心 没安全感 她不爱社交 不会控制情绪 她喜目无常 难以相处 反面女孩不合群 不愿表示赞同 不愿随大流 然而在女孩的成长过程中 她们羡慕的女英雄 却都坚持不懈 擅长独立思考 极富斗争精神 这些矛盾的信息 转化成了应成为怎样的女性的冲突 那一天 我感到困惑和沮丧 美国文化建立在独立和竞争的双力柱之上 而这与女孩之间亲密 关爱和友好的价值观直接对立 给女孩成功的机会 意味着给她们完整平等的参赛工具 允许她们参与竞争 行为 允许她们产生追求卓越的渴望 告诉她们人际关系 可以与竞争和卓越共生 如果竞争和渴望 不能通过健康的途径表达 如果要求女孩 将照顾他人和关系摆在首位 怨恨 困惑和报复就会紧随其后 在过去的25年中 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研究了不同文化中 男孩女孩的玩耍和分工 她们依然继承了 不愿触及女性攻击的科学传统 结果导致研究呈现的女性关系 过于理想化 男孩强调地位和等级 女孩强调构建亲密度和联系 女孩认可团结和共性 展现的是所谓的平等主义者伦理 可悲的是 这类研究强化了女孩显示田静 对不受束缚的竞争和欲望 毫无冲动的形象 需要学会 坦然面对竞争的不只是女孩 我们的文化会污蔑坚定自信 赋予专业精神的女性 认为她们是冰冷僵硬的 可怕女人 个人生活注定失败 我想强调的是 这种特定的刻板印象 触及了女孩最深的恐惧 无论以何种形式 展露出坚定和自信 都会终结她们的关系 并贬损她们的首要社交资本 温柔和照顾他人的特质 我们给女孩施压 对她们心存更高的期待 而女孩使用的代码 则会加深彼此之间的隔阂 这些代码的意义令人迷惑 含糊不清 她们建立在 隐藏在假象之下的第二层真相上 她们让女孩对所说内容的真实意图 充满怀疑 猜测谁会是下一个被贴标签的人 引发彼此之间的信任危机 有的人可能算得上非常要好的朋友 因为八年级学生告诉我 但他不会为你开心 而是会嫉妒 他不会说出来 可你能感受到 有意在沉默中被腐蚀了 这种沉默 是所需表达之物的弱化形式 是真实的人之常情的弱化形式 但恰恰是这些真情实感 让女孩产生了罪恶感 女孩对竞争和欲望的污名化 让她们无法拥有健康的情绪疏导口 也无法赋予她们直截了当 实话实说的权利 而这是每个人本应享有的 觉得我们生活在文化转型 不断变化的时代中 生活在竭力为女孩争取平等的世界里 这是一件好事 但在女孩适应社会时 我们并未教导和支持她们健康地 表达欲望和参与竞争 我们把她们丢到了一个拒绝 把筹码放在桌子上 读读看女孩会成为怎样的人的文化之中 我们在让女孩们承受一种矛盾 理想的成年女人和女性气质 要求她们无私奉献 做一个成年人和走向成熟 却要求她们学会独立和分离 我们到底是否愿意 将男孩享有的自由赋予女孩 如果我们的文化尚未确定风向标 绝大部分女孩自然也无法确定 如果女孩无法明确自己想成为怎样的人 就会对彼此释放她们和我们的焦虑 互相控制 化地为牢 自行通过互相惩罚 欺压和争吵来寻找答案